各位,歡迎收看杏林在線 覺得不舒服,對身體狀況有疑問 當然要預約家庭醫生做一個詳細檢查 不過,去到診所時 如何和醫生表達哪裏不舒服 亦都有技巧和學問 今集請來本台醫學顧問蔡惠宏醫生 和大家討論看醫生的學問 蔡醫生,你好 你好 其實臨出門口去看醫生的時候 病人在家可以做甚麼準備 其實我建議病人去看醫生之前 整理一下自己對身體 譬如今天為何要去看醫生 今天看醫生的症狀 最主要有甚麼要告訴醫生 究竟這個症狀出現了多久 對你有甚麼困擾,造成甚麼不方便 自己有沒有嘗試怎樣去解決 其實這些事,你自己在腦海運行一次 就好過進入醫生的診室時才慢慢想 尤其是你去看公營醫院的門診 他們派醜 每個病人大約都是10分鐘左右 基本上醫生不可能看一個病人 看15、20分鐘 所以你如果不要掌握那10分鐘的時間 將你最重要的訊息告訴醫生 醫生很難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現在這2、30年 我們培養、培訓的家庭醫生的溝通技巧 就是在診症方面的溝通技巧 由醫學生已經開始培訓 最主要就是要搞清楚幾件事 第一,這個病人為何選擇今天來看醫生 是好日子 還是那個病狀已經令到他不升其煩 有多久呢 為何會今天來看醫生 第二,就要搞三件事 I.C.E. 就是三個英文字的簡寫來的 I.D.E.A. Concern and Expectation I.D.E.A. 就是說 病人自己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有什麼問題 究竟這個問題 是對自己的健康有什麼重要性 有沒有關鍵的 第二,concern 就是他對這個病人有什麼擔心 就是這個症狀出現了之後 他的恐懼是什麼 怕會不會是生癌症 或者說有血壓高 因為有朋友說我的臉紅白白 不知道是不是血壓高 你早就要找醫生檢查一下 有些人都真的會去看醫生 所以這個concern是很重要的 第三,就是expectation 你今天來到 是不是你已經有一個主觀願望 醫生你要介紹他去看專科 還是你跟這個醫生有長期的關係 你很相信他的 你只是徵詢他的意見 或者你自己真的想著 我要做什麼檢查 要做什麼 我想你要坦誠地跟醫生說 由醫生去評估你的狀況 是不是需要做這些檢查 作出正確的決定 這個情況就不同 我們以前三、四十年前出來行醫的時候 你有血壓高 不用問了 你吃藥回去 然後回來拿藥 你肚痛 你是盲腸炎 不用問了 割 開刀 沒得選擇的 現在不是的 盲腸炎 你都可以看看 是否去治療之後 其實可以不開刀 用抗生素 可以治療到的 成數 風險有多大 可以醫生跟你做評估 現在有得選擇的 所以現在就不同 以前好像醫生是一個父權 現在是以病人為中心 大家是夥伴關係 因為現在資訊發達 很容易上網查到病的病徵 很多時候病人可能會自己有什麼症狀 上網查 就說自己是什麼事 其實這樣做 醫生是否建議 或者會否影響了醫生診症 在現時的科技 資訊那麼發達 這些沒有什麼好還是不好 有好處也有不好處 但是你自己不要對號入座 不要有個主觀 然後你去到將你認為的問題 或者你上網得到的資訊 你就跟醫生討論一下 醫生亦都會很公開地告訴你 我都知道有這些資訊 但是問題 對你的狀況來說 症狀其實不配合 你不要每樣都在想 就像上網看到的資料一樣 這是一個主觀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要客觀去評估 你自己的狀況 所以這些病人 在新的一代確實是有很多 即是說跟醫生懷疑自己有什麼疾病 都是可以的 不過醫生都有自己的專業判斷 去判斷你什麼事 不會受病人的意見影響 沒錯 一個專業的醫生來說 一定是會接受病人 或者是病人家人的建議 然後他評估的形勢 情況是否真的正如病人的擔心 好像上網看到我有什麼病 但是有很多時候 病人可能不解釋對他入座 其實來說 醫生亦都有一個責任 去保護病人 無謂去驗一些東西 去證實自己是否一種 很稀有古怪的病 所以常見的疾病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些網上 例如古怪的病 然後去問醫生 有時是浪費了你自己的時間 以及對自己也未必有好處 另一方面 看醫生 其實需要家人陪伴嗎 或者會否在什麼情況下 家人陪伴又會好一點 小孩如果要看醫生 當然是爸爸媽媽的決定 很多時候成年人 這些是自己的行動 有時你問一下太太 或者問一下先生 我需要不需要去看醫生 主要不要人陪伴 譬如老人家 有時來講 他甚至自己有病都未必知道 譬如有時腳腫了 或者是他喘氣 是很急速 自己都不懷疑 所以如果病 家人見到 尤其是長者 是有些症狀出現的時候 你有些懷疑的時候 首先你就問一下 他自己有什麼不舒服 譬如他有長期藥物 吃開藥 是不是忘記吃藥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的時候 而你覺得他的情況 不是很對勞 譬如沒有什麼懷口吃東西 又或者是經常不動 跟他平時的生活有不同 我想家人就要決定 用不需要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將這些情況 告訴醫生 當醫生向病人提出了一些 進一步檢查或療程的時候 病人又應該考慮什麼呢 基本上當有需要做一些檢查 無論是抽血 照X肝或其他東西 甚至有些所謂入侵性的檢查 病人都是完全有權問清楚醫生 究竟這個檢查是否必須 以及如果不做這個檢查 有什麼可以代替 風險在哪裏 甚至錢也很重要 財政上的負擔 因為現在你照親一些東西 有時都可以上萬元 要照一次 所以基本上 病人是絕對有權問清楚醫生 這個檢查是必須的 如果不做的話 會對他的情況有什麼影響 如果拖延了 又會有什麼影響 這些應該大家是一個夥伴關係 是互相溝通的 所以一般情況之下 如果你說是私家診療的 費用當然重要 如果你是供應的 費用方面就不需要擔心那麼多 但最主要是 針是刺進自己身體 你就問清楚自己 是否想讓針刺進去 這是否必須無可避免的檢查 但病人可能對於檢查或療程 有些質疑 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你看完醫生 都只是半信半疑的時候 可以第一,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 第二,你可以再請教另一個醫生 多拿一個專業的意見 如果兩個醫生的意見都是一樣的 我相信你都可能需要尊重這兩個醫生的決定 如果兩個醫生的意見是剛剛相反的 你真正要衡量一下 你相信哪個醫生 以及他的解釋合不合理 如果你接受的話 你就跟其中一個醫生的決定去做 另外,這些進一步的檢查或療程 有時都涉及一些費用 未必可能有時會便宜 那怎樣去做一個財政上的預算呢 病人來說 醫療保險 其實只可以cover一部分 在私家私營醫療的支出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覺得 甚至我有的積蓄 加上我的醫療保險也好 怎樣也好 如果我要去借貸 去治療病 你倒不如想清楚 公營醫療系統那方面 是否可以達到滿足你的需要 基本上來講 香港現在整個醫療系統來講 對有經濟困難的人來說 保障也都其實可以說足夠 當然 資源的分配 當然有先後次序 你可能要排隊 例如在私家醫院 你照了鏡 你今天想預約的 明天有得做的 你去公營的話 你少不免 你就可能要排隊 可能等三、四個星期 甚至更長的時間 這個也不奇怪 也要首先知道自己的財政背景 然後才作出一個決定 病人應不應該主動 醫生沒有提出 但也主動提出一些檢查或者療程 如果你有意見提出 我想要照什麼 我想要照什麼 醫生的責任是想保護你 不是只是你的銀包 而是你有一些入侵性的檢查 對你身體可能是有害 多於有益 這方面大家都要有互信的關係 最後,作為家庭醫生 可否舉一些例子 最怕求診者什麼行為 讓大家可以引以為間 不要這樣做 求診者的行為 我們每天見 都有新的事情出現 基本上來說 他來到的時候 很可能他不是真真正想看病 只是想你告訴他他沒有病 所以兜來轉去 你說什麼都不通 最重要是你告訴他我沒事 這些是我們有時見到的 有趣的病人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蔡醫生 跟我們講解了那麼多關於提醫生的學問 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